第七題 密閉容器內只有置入30公克碳酸鈣水溶液 及30公克鹽酸水溶液 反應後會產生氯化鈣水溶液及二氧化碳 此時容器內物質的總質量為多少公克 那麼我們的產物中雖然有二氧化碳 可是它是密閉容器 所以它並不會溢出 所以呢 它會遵守所謂的質量守恆定律 原來有多少公克 後來就有多少公克 我們有30公克的碳酸鈣 及30公克的鹽酸水溶液 所以30加60 原來裡面有60公克的物質 所以反應後仍然還是有60公克的物質 第七題問我們說 此時容器內物質的總質量為多少公克 我們答案選的是C 60公克